有一位养兰花友是这样跟我说的 他家里的兰花最近出现了一些夜斑 我们所简称的就是夜斑病 用了几只多精灵喷洒都没有见效果 反而斑点越长越多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多精灵是能够做预防不能够做空拒 所以我们在前提提前做预防才有效 一旦长出来一些斑斑点点的话 再做控制再做防治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特别是使用一些多精灵 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把它救治好呢 方法是有 可以用到一种叫做本甲笔做纸的 给它做一个奔洒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一般的发生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取一粒本甲笔做纸就是胶囊的 一粒对上500毫升到1000毫升的精水 给它整个脊柱喷洒均匀 七天喷一次 连喷三次 基本上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一般的发生 所以养兰花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出现各种斑病 叶斑病 还有滋生一些虫害 如果没有继续做防治 最后养着养着 不简简出现叶斑黄叶 最后整个就出现枯死的了 一定要继续做好防治 好了 这期就简简单单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它就有帮助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